今天上午叶子先进了玻璃房,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,然而下一秒,她就笑不出来了。 姐姐没有进来啊,该不会是罢工了吧? 叶子没见到姐姐,急得蛮长走。 姐姐不来,把她的哥哥给我也行啊,姐姐也不来,哥哥也不给,不带这么欺负熊的。 我说叶子,你坐太阳下面干嘛,不怕晒吗? 等一下要是姐姐进来,坐这里就能马上看到她了。 是啊,姐姐不在,连吃饭都不像了。 不想英雄营业的心情谁懂,姐姐快点回来。 可是叶子,姐姐也不在天花板上啊。 不管,总之我睡醒之后要看到我姐,否则哼。 姐姐来了吗?怎么还是我一只熊啊? 下午,花花依然没有出现,叶子鬼火帽拿竹子撒气。 爷爷,姐姐怎么还不来?你看我要拆小鞦韆咯。 爷爷眼看荷叶要拆家,赶紧扔个果果进来。 就在荷叶吃得忘记姐姐的时候,角落里钻出来一只小可爱。 吃果果怎么能吃了我? 姐姐,我帮你营业了一上午哦。 叶子辛苦了。 把果果留下,这张一笔勾纱。 托卖。 小花,今天一上午干什么去了? 天机不可泄露。 姐,我来咯,傻挠我。 嘿嘿,你挠不着。 姐姐回来了,荷叶的快乐也回来了,高兴得直冒泡,就是辛苦了谭爷爷,随时在门口候着,一有情况就得喊。 荷叶 爷爷马上到位。 荷叶 好了好了,我只是怕你们又把我姐偷走了。 荷叶 思五 一个 预备